无论世界形势如何演变 亚太经济韧性好动力强的优势不会改变 要坚持向前看朝前走 反对趋势性抬塌性做法 以意识形态划线 搞地缘政治小圈子 终究是没有前途 亚太地区不能 也不应该回到冷战时期的对立和格列状态 感谢观看